生肖兔做事情比较理性,而且个性开朗,很会赚钱,亦受到贵人的庇护,只要大难一过,日后生肖兔连付五年,闲鱼翻身,做土豪,有了很多发家致富的机会,机遇良多,贵人来指导生肖兔,大吉大利,富贵多金,运势全面开花,走上发财道路,源源不断来财富。 生肖兔,天生有好福气,知足常乐,人缘好,特别会赚钱,只要在贵人庇护下大难一过,生肖兔运势前面开花,福禄授权,未来五年,连付五年,闲鱼翻身,做土豪,享受荣华富贵,享受自然的馈赠,他们受到各种大喜事,有贵人相助,拦都拦不住,衣食无忧,大吉大利。 属蛇的人,遇到困难思考问题,非常冷静,做事情不冲动,非常聪明,对于生肖蛇来说,未来五年,连付五年,富贵如意,闲鱼翻身,积极向上,他们受到吉星庇护,横财遍地,财运高照,福气兴旺做土豪,从此享受大好人生,事业越做越大,他们顺风顺水,每年都有新的好运。 生肖牛天生做事情老实本分,不会好高骛远,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。 未来五年,生肖牛会得到别人的信任,做生意的人也很喜欢跟属牛的人合作,因为他们对朋友讲信用,说到做到,因此属牛的人,未来五年,连付五年不成问题。 生肖牛能够经常得到贵人的帮助,遇到困难也能逢凶化疾。 生肖马热情奔放,做事情喜欢直来直往的他们,其实有着非常好的财运,他们适合经商赚钱,或者是与人合伙做一些理财项目,都能够让他们生活改善不少。 未来五年,连付五年,生肖马财星高照在顶,身边的三五好友之中必有闲人,赐福赐机遇,抓住好机遇,百万大奖到手有望,甚至可以因横财而富的流油。 一,生肖牛,好的财运一定会眷顾一些比较努力的人,希望大家都会这么认为,都能努力地去做事情。 生肖牛的人肯吃苦,肯努力。 这就是为何在下半年的时候他们运气会变好的原因,知识和能力积累到一定地步之后就会有所逆转。 二,生肖羊,羊也是一个很踏实的生肖,这个生肖的人在工作中很勤恳,也不会抱怨。 他们踏实地在做事情,也是一个很上进的生肖。 这个生肖的人很努力,他们比较积极主动,下半年财运会很好,也会赚很多钱。 三,生肖蛇,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很准确, 生肖蛇的人就是如此,他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也知道自己究竟如何做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。 这个生肖的人会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心态,能赚钱财运在下半年会很好。 四,生肖龙,龙一直以来都是富贵的象征,这个生肖的人事业发展得也很不错。 这是一个很努力,很有上进心的生肖,他们的运势在下半年的时候会逆转。 总体来说,生肖龙的人会在下半年的时候笑得何不拢嘴。 人的一生是有历程的,不管从前是如何,现在是如何,中间都会有一段无法忘怀的故事。 在我们有所成就的时候,最会想起那段最艰辛的日子,不是觉得太深刻, 是因为那个曾经的自己可能还会继续,也有可能会没有了那个冲劲。 那么,一起来看看1972年蜀蜀人的终生寿命会如何吧。 1972年人子蜀年出生,山上之蜀,1972年出生,山上之蜀,为人身闲辛苦,幼年多难,有惊无险, 中年新家立业,衣食足用,晚年幸福安泰,六亲手足助力少,难招好妻,女命一生闲能,夫妻有福祝,子女孝顺。 具体命运得看蜀蜀人生辰八字,1972年蜀蜀人,喜爱华丽,但很容易改变主意。 早年,劳碌奔波,却难有成就,中年之后,改变态度,并遇到贵人相助,发展经商才华。 不过,一生不得意的事也多,比如在感情上面,往往有心种花花不开,无心灾流流成阴。 1972年出生的蜀蜀人人,大多心地善良,文质彬彬,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,为人正直,对任何人都挺好,而且非常顾佳。 假如72年生肖蜀蜀的人是一个女性的话,那么就一定是一个贤妻良母,把家里照料得非常之好。 而且最主要的,12生肖中72年蜀蜀的人脾气是非常好非常好的,很受大家的欢迎。 72年蜀蜀人的后半生,蜀蜀命的人基本上都是大富大贵者居多,蜀蜀的朋友忙忙碌碌了大半辈子,也还是享福的时候了。 经过多年的千锤百炼,生肖蜀的人在50岁之后,终于到了他们收获的季节,能够晚年享福。 事业迅速迎头赶上,有一大笔客观的财富去周游世界,后半生过得很悠闲,吃喝玩乐,少灾少病,能顺利地过完下半辈子。 所以,小编提醒还年轻的蜀蜀的朋友们,虽然年轻的时候很辛苦,但甜头都在后头呢。 蜀为水火交融之物,象征住钱财和权势。 蜀蜀的人同样旺盛在财运,不说别的,他们的财运就是比别人好,总有贵人缘分。 在门路上就能比别人多,正财运在事业上大放异彩,谁都完成不了的任务,就蜀蜀人罪易成功。 而今年之内,蜀蜀人路何在上,贵人在下,摇钱术一般走到哪就把财气带到哪,十之八九有生意上的好机遇,不是依靠家人发家致富,就是通过贵人赚足百万,今年所赚数也数不清。 蜀蜀人开运锦囊,万般皆是命,半点不由人,蜀蜀人要知道人的心有多宽,人生的舞台就有多宽,如果不能打碎心中的壁垒,即使给你整个世界,你也找不到自由的感觉。 人生的坚持,就是学习的坚持,尽管是遭遇困苦,但是我们确实能在一次次的苦难中去成长,重新地去爬起来。 这就是奋斗的人生。 总体来说,72年,蜀蜀人的运势算是很不错的,就看自己会不会把握机遇,遇事三思二后行,与人相处,稍待圆滑,好运自会降临在自己身上。 建议蜀蜀人可以尝试佩戴本命佛配饰,可压制自己的心火,祝你多逢贵人,远隔小人,事业顺利,万事安泰。 人的一生是有历程的,不管从前是如何,现在是如何,中间都会有一段无法忘怀的故事。 在我们有所成就的时候,最会想起那段最艰辛的日子,不是觉得太深刻,是因为那个曾经的自己可能还会继续,也有可能会没有了那个冲进。 那么,一起来看看1972年蜀蜀人的终生寿命会如何吧。 命离,生年帝之,子年生,五行,子属水,五常,水属制,吉祥方位,东南,东北方,吉祥颜色,蓝,金,绿,季黄及飞色,幸运数字,二,三,大凶数字魏武,九,幸运花,百合花,非洲子罗兰,灵兰。 1972年人子蜀年出生,山上之蜀,1972年出生,山上之蜀,为人身闲辛苦,幼年多难,有惊无险,中年新家立业,衣食足用,晚年幸福安泰,六亲手足助力少,难招好妻,女命一生闲能,夫妻有福祝,子女孝顺。 具体命运得看鼠鼠人生辰八字,1972年鼠鼠人,喜爱华丽,但很容易改变主意。 早年,劳碌奔波,却难有成就,中年之后,改变态度,并遇到贵人相助,发展经商才华。 不过,一生不得意的事也多,比如在感情上面,往往有心种花花不开,无心灾流流成阴。 1972年出生的鼠鼠人人,大多心地善良,文质彬彬,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,为人正直,对任何人都挺好。